大家好,我是鸡腿,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秦朝灭亡时他们的正规军队在那里 有一种说法是说秦朝灭亡时 几百万正规军选择了做事不理 眼睁睁地看着大秦最终走向了覆灭 并且这种说法还提出 正是因为这些战力强悍的老秦人没有出手 才让包括陈胜吴广 以及项羽、刘邦等人的胜利来得这么快 当然,起义均如摧枯拉朽一般击败并最终灭了秦国 也是不争的事实 但这并不意味着老秦人组成的正规军没有出手 毕竟国之将王作为秦朝的正规军 是不可能会做事不理的 那么问题就来了 在秦朝覆灭前后 大秦的百万大军都在干什么呢 他们到底有没有回来秦王呢 答案是有的 至少有一半以上的老秦人部队 都参与到了平叛之中 首先是驻扎在北方的边防军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消除北方匈奴祸患 就派了派大将蒙田率兵三十万前往边境 而蒙田在北方也建立了相当大的功勋 北极匈奴七百里收复河南的便是蒙田所为 秦已并天下乃使蒙田将三十万众北竹戎敌 收河南击败匈奴之后 蒙田在边境主持建筑了西启临桃 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借助天险 同时加以构建要塞 有效遏制了匈奴的南境 而这几十万正规军 除了守卫边境要塞这个工作之外 还曾为秦始皇巡游天下开辟直到一千八百里 也就是说 这些秦人正规军从蒙田带走之后 就一直留在了北方边境 之后秦始皇并是沙丘 赵高 李斯与二世胡亥密谋 用矫照的方式试图杀掉蒙田与公子扶苏 之所以胡亥非杀二人不可 正是因为当时的扶苏人就在蒙田军中 他和赵高等人着实担心扶苏会和蒙田联合起来 用这三十万正规军来一个反击 当然我们都知道扶苏是个老实孩子 看到赵叔不变真假就选择了自尽 而蒙田则据理力争暂时保住了性命 但在不久之后 在赵高的蛊惑下 原本想放了蒙田的胡亥 还是下诏将蒙田处死 蒙田虽说死了 但那三十万大军还在 就在蒙田被下狱之前 胡亥就命丞相李斯派人接管了这三十万大军 而接管之人正是秦国名将王俭之孙王黎 以兵署皮将王黎 需要注意的是 当时王黎正担任着蒙田的副将 也就是说王黎原本就是秦朝边防军的一员 只不过从前是副手 如今却成了主帅 而到了秦二十二年 公元前二零八年 也就是陈胜吴广起义之后 随着六国贵族的不断复国 驻守边境的王黎也接到命令 带兵南下评判 只不过王黎带回来评判的兵力 并没有三十万 为什么呢 首先边境肯定要留一部分人的 不可能全部抽走 另外在秦末天下大乱时 北方边防军中有一部分人趁机跑了 诸侯叛秦 中国扰乱 诸秦所喜 世述编者皆赴去 这里所说的皆赴去 就说明了当时逃走的人还不在少数 而这么一来 王黎肯定没有带够三十万南下 大致人数应该是在二十万以内 带着这二十万左右的军队 王黎当时接到的任务是消灭赵国 之后又按照秦江张涵的指派 率兵围攻巨鹿城 而在当时 王黎君驻扎在巨鹿城北 张涵君则驻扎在巨鹿城南 按照老秦人的战力 此战应该是十拿九稳的才对 但最终王黎军团被项羽击溃 其本人也被俘虏 关于王黎军团为何会败 这里面除了项羽军方面 确实是玩了命 这个因素之外 还有一个不被人注意的细节 当时由于惧怕秦军战力 诸侯们都坐闭上官 而项羽则选择了破釜沉舟 决一死战的态度 带着部下正面攻打秦军 需要注意的是 项羽最开始攻打的是 巨鹿城南的张涵军 由于项羽这边是真的玩了命 因此张涵军被击败 但并不是大溃 而是小败 因为啥呢 很简单 当时张涵还能引兵撤走 项羽吸引兵渡河 碎破张涵 张涵引兵解 能引兵撤走 说明了张涵还保持了一定的建制 至少没有全军覆没 而在他撤走之后 诸侯们看秦军也不是不能打败吗 加上项羽军的胜利给了他们信心 于是开始集体围攻 巨鹿城北的王黎军 诸侯均乃敢机围巨鹿秦军 就这样王黎军团在项羽军 以及仲诸侯的围攻之下 最终被击败王黎本人被生擒 另外一名叫做射奸的秦军主将 因不愿投降 当众自禁说到这里 相信很多人都看明白了 王黎为何会败 第一个原因就是遭到了围攻 毕竟双拳难抵四手 而第二个原因就是张寒没有救援 要知道张寒当时还是有一定战力的 至少还有承建制的部队 但他却任由诸侯们围攻王黎 而没有伸出援手 具体他为何这么做 这个不得而知 但个人看法 是当时秦朝内部 尤其是王黎和张寒之间 是存在一定矛盾的 不然的话张寒也不会眼睁睁 看着自己人全军覆没 但不管怎么说 这驻守在北方边境的军团 在秦末时是参与了评判 但最终却是死的死亡的王 剩余的则选择了投降 王黎君遂降诸侯 所以北方边境军团彻底报销 而除了北方边境军团参与评判之外 当时秦朝还有另外的正规军也有参与 这些秦朝正规军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驻守在咸阳的卫戍部队 这支部队的人数并不多 虽说具体人数尚未可知 但估摸着也就几万人而已 为什么这么说呢 很简单 看当时张寒的建议就知道了 秦22年公元前208年 陈胜派手下周文进兵关中 而周文一度抵达汐水 经陕西临同东 当时周文的兵力具体有多少说法不一 其中一种说是有120万余 也就是120多万 虽说这个数字有一定的水分 但周文肯定兵力不少 消息传到咸阳后 胡亥大京召集群臣商议如何应对 当时担任少府的张寒就提出建议 赦免离山行徒 发给他们武器组成军队抵抗叛军 因此如果当时驻守咸阳的 位数部队数量较多的话 那根本就犯不上去 临时紧急赦免离山途来组建平叛军了 并且按照胡亥的慌乱程度来看 二是大京 相信当时咸阳以及周边 是拿不出一支十万左右的野战军团的 当然虽说只有几万人 但好歹也是正规军 因此在之后张寒组成离山行徒军团后 这些正规军应该是起到了中间力量的作用 不然纯靠没有打仗经验的离山囚徒 也不会大败周文军队 之后张寒带着他的军团 确实取得了不少胜利 而在这个过程中 他也在不断补充关中秦人 这些秦人应该有很大一部分是秦统一六国后 已经结甲归田的老兵 最终在定陶之战前 张寒的兵力已经达到了至少二十万以上 且这二十多万都是老秦人组成的正规军 而非是离山行徒 靠着这些战力不错的正规军 张寒在定陶大败向梁 并将其击杀 但就是这么一支能拯救秦朝于水火之中的军队 却因为赵高 最终走向了一个极为可惜与悲惨的结局 当时王黎军团战败 秦二世发诏书责怪张寒 张寒派了长使司马兴前去解释情况 结果赵高居然派人要杀司马兴 得亏司马兴跑得快 这才幸免于难 回来之后 就劝说张寒 赵这么下去 早晚会死在赵高手里 不如干脆投降项羽 之后 张寒再三犹豫之后 选择了向项羽投降 但在投降之后 其麾下的军队 由于遭到了六国军队的各种羞辱 不满情绪日益增加 而项羽在得知后 担心这支军队会叛变 因此将足足二十多万已经投降的秦军 全数坑杀 于是储君业姬 坑秦足二十余万人 心安城南 所以由张寒一手组建 包括曾经咸阳的秦朝卫戍部队 以及中途不断吸收补充的老秦人士兵等 组成的张寒军团也就此报销 除此之外 当时秦朝还有地方上的守备部队 秦朝地方上的守备部队 数量同样不会太多 毕竟秦始皇在位时 曾往北方派去了三十万大军抵御匈奴 而南方也派去了大量军队去平定百岳之地 南北这么一抽调 留在各郡县的军事力量必然不会太多 而这一部分力量在秦末之际也没有产生太大价值 为啥呢 本身力量小 不足以对抗起义军 加上后来六国贵族复国 这些士兵应该有一大部分都选择了归降 毕竟他们本身就是元六国的旧部 所以这一部分地方郡县的守备秦军 基本没怎么参与评判 反而还调转了旗帜 开始对付秦朝 而秦朝当时最后一支大规模成建制的军团 则在当时的乱世下完全没有出手相救 这支军团就是前文提到的去平定百岳之地的秦军 始皇帝28年公元前219年 秦始皇派主将图衰 副将赵驼律50万大军前去平定岭南 50万大军一共分为五路 需要注意的是 这50万大军并不全是参与战斗的士族 还有一部分是诸如后勤人员 毕竟大军路上吃喝拉撒都需要物资供应 同时秦始皇在当时的意思也是要打下岭南等地之后再进行开发 因此这50万人中是有一大部分非战斗成员的 用了数年时间该军团终于平定岭南等地 不过主将图衰在这个过程中战死 因此大军主帅就成了图衰的另一个副手任肖 同时基于军事上的胜利 秦朝也在攀于今广州设南海郡制 辖南海郡桂林郡相郡三郡 并委任了任肖为南海郡位总管三郡 任肖在任上做了不少时事 为当时的民族融合也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如今广州历史上的第一座城池攀于城 另一个名字就叫做任肖城 而到了秦末随着天下大乱 任肖果断判断出秦朝气数将近的结论 因此他就在临终之际 找来老同事赵驼 当时担任南海郡龙川县令 对他进行了一番交代 交代的内容 主要是要赵驼不要参与到风起云涌的争斗之中 而是要他依托傍山靠海的有利地形 以及手下数十万的兵力建立一个国家 而赵驼也十分听话 在任肖死后 赵驼出任南海郡守 他下令各关口的军队巨显防守 防止中原的起义军入侵 同时加紧兼并了桂林郡和项郡 最终在公元前206年 刘邦称帝当年 正式建立南越国 史称南越武王 也就是说赵驼当初带走的几十万秦军以及后秦人员 在秦朝灭亡之际并未参与其中 他们也确实是眼睁睁地看着大秦走向了覆灭 到了刘邦彻底平定天下后 他派大夫陆甲出使南越 在陆甲的劝说下 赵驼最终同意臣服汉朝 刘邦大喜 授予了赵驼南越王应授 自此南越国成了汉朝的一个藩属国 当然南越国在赵驼死后 又经历了四代南越王 但最终在汉武帝刘彻在位时期 还是被汉朝所灭 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总之就是在清朝灭亡前后 秦朝的正规军是有参与秦王评判的 比如驻守北方边境的王黎军团 以及驻守咸阳的卫戍部队 以及张寒吸收和补充的老秦人军队 都参与了评判 至于有人说赵驼的部队不回原 是因为曾经秦始皇生前有命令让他们不回来 这一听就是扯淡的 真正的原因是南海郡守任销的审时夺势 以及赵驼的听话照做 说白了就是他们不想参与其中而已 况且当时领南的这些秦军 真正的关中秦人的占比相当少 就连自立为王的赵驼都是河北人 这些人如果真的北上回到了中原 那他们帮谁还不一定呢 与其参与其中打个你死我活 还不如自立为王逍遥自在呢 你们说呢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按赞订阅 分享和介绍给朋友 我们下集再见